抱歉 剛才你們演習,你們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他在做國文 什麼事都沒有 剛才是什麼課?有沒有耽誤到老師上課? 國文端有,好爽 這什麼好爽?你有什麼毛病? 是國文課 寫作文 作文寫一半,這樣的思緒被打亂,不是挺不好的嗎? 下禮拜再寫 那國文好棒喔 你看上課會寫作文就好對不對 這個數學都不行 來,條件機率,告訴我分母要寫什麼? 甲乙怎麼樣? 甲乙同的機率嗎? 抽到相同顏色球的機率 那分子就是什麼? 就是甲乙相同顏色的球 而且,交集就是解喔 來,解 而且怎麼樣? 比抽到什麼顏色的球? 比抽到白色的球的機率 OK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問啊 我覺得很奇怪喔 這種題目為什麼大家會拿得不太理想呢? 我們一起來看吧 這明明很簡單喔 來 甲乙抽到相同顏色的球 那我問你,這種情況可以分成幾類? 兩類啊 可能是什麼?白白或者是黑黑嗎? 要寫下來嗎? 比方好,那我們可以直接算幾率嗎? 來,我問那個 啊,問詠智好了 如果,來甲乙同嘛 來這個幾率怎麼算? 怎麼算? 如果是甲黑乙黑 告訴我這個幾率要怎麼寫? 甲星抽啊 甲抽到黑球的幾率是多少? 5分之2嘛 來,5分之2 然後再乘上喔 在甲抽到黑球的情況下 以他也抽到黑球的幾率變成? 4分之1 很好 這是條件幾率的乘法原理 我跟同學再強調一次喔 這個不是獨立事件喔 這不是獨立事件 這叫條件幾率的乘法原理 這樣可以嗎? 5分之多少? 哦,5分之2,對不起 5分之2,不好意思 5分之2乘4分之1 然後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 來,那如果甲白一夜白的話 來,詠智應該怎麼寫? 5分之3 來,5分之3 然後乘上什麼? 乘上4分之多少? 4分之2啊 對吧? 誒,同學知道我們在寫什麼東西嗎?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寫一下 這個代表甲黑,乙野黑嘛 這就是BB的意思嘛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兩個都白球 白白的意思耶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齁 好 然後同學上面要怎麼寫? 上面的話我們請教一個同學喔 誒,我來問那個 我來問那個 不然我問李沃葉齁 欸,我有問你 上面這個要怎麼寫? 甲乙銅,而且餅要白色 所以你告訴我情況有幾種? 這裡有三個白球、兩個黑球 對吧? 啊甲乙要抽到同顏色的球 而且餅要白色的 所以你告訴我情況有幾種? 兩種 幾種? 兩種,哪兩種可以講出來 欸,白白白 喔 哪裡?白白白 啊有一種是什麼? 黑黑白 黑黑白對不對? 不錯啊! 那我們先考慮 先考慮黑黑白好了 來,那我問你啊 那如果是黑黑白 那應該是幾率是多少? 欸你說嘛 五分之多少? 二 五分之二 然後第二次再取到黑球 變成四分之多少? 一 一 然後再來是白球 這個幾率是多少? 一 三分之多少? 因為你每次取一球 取或不放鬼 你袋子裡面的球越來越少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是三分之多少? 三 很好 OK 或對不對? 欸,完成對完成用加號連接喔 或就是加號對不對? 剛才這個是什麼? 剛才這個是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剛才這個是黑黑白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寫白白白 來,那白白白要怎麼寫? 五分之多少? 三 五分之三 然後再來乘以多少? 四分之 四分之二 二 然後再來乘以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嘿 同學你了解嗎? 知道你在寫什麼嗎? 這個東西並不是獨立事件喔 它這個叫調經機率的懲罰原理 它不是獨立的 雖然說在寫的時候很簡單 感覺就是沈起來而已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種題目為什麼達出率那麼低呢? 欸,大家看一下 欸,幫我算一下答案好不好? 欸,幫我算啊 這個算出來喔 它給的答案是多少你知道嗎? 它給的答案是二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應該要選哪一個選項? 應該要選C選項 我不知道這個想解它怎麼做 但是我做的話就是 就用條件機率啊 就直接做就好了嘛 這樣OK嗎? 可以喔 那是李依偉 李依偉是不是在睡覺了 叫起來 還在睡著 欸,李依偉你還好嗎? 喔,好累喔 我們再講一題就好了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確定啊,再講一題 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沒剩多少時間 最好沒剩多少時間啊 我們再講一題好了 欸,你們昨天是不是說要講青蛙那一題? 那一題要講嗎? 不用了 好,已經OK了欸 對 所以青蛙那一題不用講了 欸 到底要不要講 看你啊 隨便啊 就不看你啊 反正現在是free time啊 要講青蛙那一題喔 free time 需要嗎? 沒有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沒有,沒事 所以到底要不要講青蛙那一題 要講齁 那青蛙那一題在第幾頁? 在81頁喔 喔 翻到前面來齁 青蛙這種題目 這種題目 你看這個作者很那個喔 我跟你講 這個 我會把它剪掉 但是這個作者在這邊實在是有一點 太致大了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翻邊那個考勤分析喔 他還講說 本題由94年學測修改而得 後來精準命中106年學測的選年F 而且我跟你講 這種青蛙的這種問題 我當學生的時候就做過了 對不對? 他講的好像說被他猜題猜中 其實沒有不是這樣子 這種題目太常見了 他這個題目是怎麼樣? 他說 座標平面上有一個青蛙從原點出發 欸 座標平面嘛 我們之前有做過書線的 對喔 現在是在座標平面上 好 來 青蛙我不會畫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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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畫一個人好了 反正就一隻青蛙嘛 對不對? 好 現在跟你說 這隻青蛙每次可以上下左右左右 選一個方向移動一個單位長 那麼請問經過四次的移動之後 這隻青蛙又回到原點的機率 同學你把回到原點把它圈起來 好 回到原點對不對 我們先來算他的樣本點總數喔 他總共移動四次對吧? 欸 每一次都有幾種選擇? 欸 四種嗎? 他每一次不是上就是下就是左就是右 所以總學我問你 分母是四的幾次方? 四的四次方啊 所以全部的情況有幾種? 256啊 對不對? 樣本點總數是不是這麼多?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考慮喔 他四次的移動 要怎麼移動最後才會回到原點對不對? 你怎麼考慮這個問題? 然後保證不會Lost掉任何一種該考慮的情況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啊 但是我個人是這樣想喔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如果你今天有一次選擇往上跳 那你一定要搭配怎麼樣? 搭配一個往下跳 因為你從原點出發最後又回到原點 所以你只要有往上跳這個動作 你是不是一定之後不管在什麼地方 一定要再往下跳一次對吧? 這樣才能夠往上往下才能有互相抵消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往上跳跟往下跳 如果你要回到原點的話 這兩個動作其實是被綁在一起的 你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你這四次裡面有一次往上 那代表說一定有另外一次會往下 上下一定會同時出現 你同意我看看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也會同時出現? 左跟右啊 好 如果你往左跳 那你最後要回到原來的地方 回到原點 所以左邊跟右邊也一定會同時出現對吧? 所以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開始考慮喔 欸 同學我問你嘛 他總共跳四次對不對? 那這四次裡面你就想啊 如果他有兩次是上下 比如說一次上一次下 一次上一次下 對不對? 就是他其實就是跳兩組對吧? 好 兩組上下的 同學我問你這樣可不可以? 比如說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嘛 上下上下 這樣是不是回到原點 對啊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考慮怎麼樣 他上上下下 這樣是不是也回到原點 對嘛 所以同學這個之後 你只要把兩個上跟兩個下做什麼排列? 做直線排列啊 我問你這個做直線排列的方法數有幾種? 這個叫做幾階? 四階 阿除以幾階? 二階 二階 這個情況總共有六種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有一組上下 那請問你另外一組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左跟右啊 對不對?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上下左右 你看就回來對不對? 或者上右下左 這樣是不是也回來? 聽懂這感覺嗎? 所以我個人在討論是這樣 那上下左右就是四個不同的跳跑 所以排列是幾階? 四階總共有24種 那如果你沒有上下跳 那就代表這兩組都是什麼? 都是左右跳啊 對不對? 左跟右 左跟右 來請問你 這樣情況會有幾種? 六 當然是六種啊 所以同學討論一下就好了嘛 考慮所有的情況 對不對? 把所有的情況考慮完那就結束了啊 所以這題是多少? 24加6 30 36 所以這題答案是多少? 這題答案是256 分之多少? 36 這種題目很常見 我跟你說啊 學測有考過速限左右跳的 然後現在學測也考過這種 連上下跳的都考慮進來 你猜他以後題目還可以怎麼看? 他改成在空間你聽懂嗎? 可能變成在空間上下左右前後有沒有 變成三個維度的 你了解這感覺嗎? 他題目可以再做一點變化 然後讓你去思考一下 OK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吧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